比较常规的首发制农 二三节应该会上双外援 现在来说他们的四号位 鱼梁还是偏外决 看好球 鱼梁这赛季也是球队里面的第二个分点 本土的第一个分点 现在来说 北控的四号位啊 确实偏热好球 第二个季今天的第一个 开场以后 弗雷赛季还没有进球 好球 第二个季又是一个三分 这个球最后自己出手 到最后 大家都是在抢篮板的时候 他传一球 今生三分 第二个季这是他特点 第二个季再次往里杀 打这个球 二加一打成 总军那个位置又空了 再第二个季自己上 好球 第二个季拉回来 直接三分球好球 又来了 状态好的时候可以这么长 这种落后的情况下 还是找寂寞大圣比较好 对的主要人物 当年 比较说上海队的主要人物 除了刘伟和花 再给 被断了 表情迅速度几快 我的天 百米冲刺一样 确实北控这个队 今天就是这俩外援 成绩绝对不至于现在 没人管 那不重视我 好球 第二个季 卢伟防动作偏慢 卢伟动作偏慢 这个球其实挺难防的 卢伟杀进去变相 好球 卢伟这个球 动作偏慢 而且 之前说 这就是他攻击范围 一点不夸张 不论什么 好球 第二个季 这才赢不了 真是怪不了弗雷戴克 弗雷戴克已经55分了 小分速度太快了 好球 第二个季 刘伟已经拿下了8分 一个季 再来 三分球还出 没办法 太厉害了 万分天下只差一球 一分差距只差4分 第二个季 皮尔吉克逊 再还一个三分球 还中 破54分 本场 雷戴特66分 6助攻 够6的 第二个季 控制住 给到皮尔吉克逊 三分球 晃掉防守 三分球 命中 破 60分 皮尔吉克逊 最后能否完成 绝杀 啊 绝杀 皮尔吉克逊 破 这场比赛 简直太精彩了 皮尔吉克逊 啊 在机构大神 砍下 75分的情况下 最后 完成了 三分球杀 啊 第一个季 第一个季 感谢观看